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红线菜原产于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等地区 线科、线薯、一连生草本 线菜分为两种,有一种是绿色的,有一种是红色的 线菜生软滑,而菜味浓 入口干香,具有清热、解毒、降血压 增强体质的功效 线菜属于低钠、高甲的食物 常吃线菜能帮助多余的水分排出体外 维持血压稳定 建议高血压患者可以多吃一些红线菜 红线菜还能够清理湿热、清干、解毒、凉血、散淤 对于湿热所导致的刺白、利急、肝火、散炎所导致的目刺、目痛、咽喉红肿、不利等疾病症状 都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红线菜中富含蛋白质、脂肪、糖类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其所导的蛋白质比牛奶更能充分被人体的吸收 所导的胡萝卜素比结果类高两倍以上 可为人体提供丰富的营养物质 有利于强生、健体 红线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具有减肥、瘦身的效果 促进排毒、防止便秘的功效 红线菜具有补血的功效 红线菜中还富含有铁元素 能够改善和治疗缺铁性贫血 红线菜含有丰富的钙元素 而且不含草酸、不影响钙的吸收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以及小孩补充钙质 具有补钙的功效 还具有明目的功效 红色的线菜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胡萝卜素、维生素C等 红线菜除漂龄含量较低以外 营养价值也比较高 含有较多的铁钙、矿物质 线菜本身的热量及机体提供的能量较低 可以起到减肥和瘦身的效果 红线菜还有一定的提高免疫功能 可以促进儿童生长发育 加速骨折的愈合 线菜我们把老根给它去掉 然后用盐水给它浸泡一会儿再清洗 把线菜清洗干净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块南瓜 南瓜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购买南瓜的时候建议大家最好选用老南瓜 老南瓜吃起来香甜软弱 非常的美味 常吃南瓜对身体好处非常多 南瓜中有富含胡萝卜素 可以健脾、护肝、预防胃炎 使皮肤变得细腻 南瓜中含有大量的β胡萝卜素 在体内可以转化为维生素A 维生素A有较强的抗氧化剂作用 可以清除自由基 预防多种癌症对扇皮组织的生长分化 维持正常视觉 促进骨骼的生长发育 具有重要生理的功能 南瓜含有丰富的锡、锡 为人体生长发育的重要物质 还可以促进造血 南瓜中含有多种矿物质 具有防止骨质疏松和高血压的作用 南瓜含有的维生素和果胶 能连接和清除体内的细菌毒素 和有害物质 从而起到解毒的作用 多吃南瓜能够让身体当中的胰岛素 处于平衡的状态 能够维持身体当中正常的血压 以及血糖 对于一些肥胖的患者来说 多吃南瓜能更好地进行减肥 同时也能够有效地补充身体当中的营养 很多人胃部健康十分差 这个时候不妨多吃南瓜 来保护胃肠联膜的健康 同时促进身体中的胆汁进行分泌 避免肠道联膜受到一定的粗粮刺激 多吃南瓜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 能有效地对食物进行消化 去皮后的南瓜我们把它切成薄片 然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适量的小米 小米是属于杂粮 是比较常见的养生食材 小米含有丰富的铁元素 复合维他命B 钙质 甲 纤维素和淀粉 吃小米可以补充铁元素 有利于补血 保护发质 可滋养皮肤 具有补皮胃 补肾 养心 安神 美容 养颜等功效 小米为肝入皮 黄色入皮 小米黄色的 从味觉上讲 小米肝而咸 因此使用小米对拉肚子呕吐 消化不良患者是很有益处的 五骨具有养精气 补肾气的作用 但是五骨当中小米的补肾功效是最强的 小米性质偏寒 虐待咸味 咸味入肾 所以小米具有抑肾气 补元气的功效 喝小米粥可以增强小肠功能 有养心 安神之功效 小米也被誉为是正经安神的保健品 小米我们加入清水 轻轻地给它清洗两遍 不要太粗暴 粗暴很容易破坏小米表层的营养物质 然后控水给它捞出备用 接下来我们砂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开大火先把水煮开 水开之后我们再把小米加进来 然后南瓜也一起加进来 再用勺子搅拌一下防止小米粘锅底 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小米最好是开水再加锅 这样小米的营养物质才能够完全的释放出来 搅拌均匀后盖上盖子转小火 慢煮20分钟左右 接下来我们另烧一锅开水 然后把红线菜下锅炒烫一下 大约炒烫一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线菜是属于炒本植物 蔬菜本身含有一定的炒酸 而炒酸摄入过多对人体没有任何好处 捞出后我们再用刀给它切成小段 切好我们把它装入碗中备用 时间到后我们打开盖子 看一下我们的小米南瓜粥已经煮得比较粘稠了 看着颜色金灿灿的 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现在我们就把红线菜给它倒进去 再用勺子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大约再煮个两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下方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哟 最后我们可以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给它简单的调一下味 不加盐吃原味的也是非常的棒 像这样直接装碗就可以开吃啦 小米南瓜红线菜三者结合搭配在一起 营养价值翻倍 常吃南瓜小米粥能够降低我们的血脂和血压 里面还加入了红线菜 对于三高人士是非常有益的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